哈喽大家好久不见 我要跟大家介绍这本现代主义烹调 我认为它是一本非常画时代的食谱 首先它的摄影非常的深得我心 它会从家里面的一些小家店开始介绍 搅拌机啊奶泡机啊食物调理机 介绍各式各样厨房小家店的功能 接下来呢我就这个超酷的 这个是压力锅的剖面 还有接下来是 这个是微波炉的剖面 好这是教你怎么样利用厨房的东西 做出舒肥的效果 接下来就是食谱的部分了 你看它会利用不同的颜色 这教你怎么样做各式各样不同的意大利面酱 好蛋的质地 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酷 反过 另外这个是沙拉 OK教你怎么样做 还有蔬菜汤 还有蔬菜汤 还有蔬菜泥 好这个是牛排 烤鸡 是不是我的烤鸡很像 好鸡翅 这是教你做各式各样的面条 有花式面条 马鸡翅 马鸣薯面条 裸麦面 大麦面 椰子面 听了没听过 还有米面 OK 这教你怎么样选择鲑鱼 鲑鱼的部分 我喜欢这个食谱 我喜欢这个食谱 是因为 主要是因为它的摄影 摄影非常的惊人 那另外就是 可能当时有预算吧 所以就买下手了 但我买了之后 我非常喜欢 我在台湾的时候 就已经买了 它非常的重 我硬是把它 塞在 纸箱里面寄过来 我非常喜欢这本书 非常推荐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看博客 还是什么时候 有打折 好啦 就这样子 好看哦 拜拜